我先講國民黨的部分 事實上我覺得就算要唱雙簧 也要先把劇本先寫好 只要其實國民黨 如果他對傅崑奇有約束力 傅崑奇就不會再出來講那些話了 你要撤就撤嘛 幹嘛把戰線挖到 你會發現其實在挖大的是傅崑奇 他把韓國瑜挖出來 對 因為那個提要那個之前 大家都早就就講過了 說韓國瑜做院長 那個做副院長怎麼可以提要 還說韓國瑜的願望 對啊 是你把這個東西 又拉回大家的記憶點 不然大家早就對這些事情 也沒有人要去講韓國瑜 你講七月十六號前要過 你說限期要過 那個壓力不是傅崑奇 是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說要什麼暫緩有沒有 傅崑奇沒有 我會跟韓國瑜這個繼續並肩作戰 到底要戰什麼 大家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一個混亂的 回到你剛剛講的民眾黨 民眾黨也是一個錯亂的 我到目前我也是聽不懂 你知道嗎 包含我們的這個老朋友張祈凱嘛 他就出來說民眾黨最重是財政紀律 所以民眾黨這些案子裡面反對用特別預算 然後要求要進到一般預算 兩個都是預算 其實有什麼差別啊 所以你就是支持要過嘛 這一點就跟剛剛那個那個冠庭所講的就是民眾黨為什麼這時候我們要把它納到一般預算 正常預算因為他們有提提了嘛 對啊 可是我就回來看啦 特別預算喔 在過去我們都曾經有過很荒謬的啦 要不然就是舉債啦 當年最有名的就是馬英九發消費券嘛 消費券是馬英九發的嘛 那個時候因為發完之後 實任行政院院長叫陳聰的 在要下來之前終於說了一句良心話 他說今天因為當時發消費券 大幅壓縮政府舉債空間 你今天不要特別預算 你今天放到常規預算 那你告訴我常規預算排進去之後 擠壓到其他哪個縣市的 這個要用的這個預算 你擠壓到多少其他的預算 因為我的稅率的餅就是這麼大 你要進入到預算裡面去 不是那麼容易說 我大家要拼拼拼拼 所以民眾黨是拐了一個彎 在那裡演就是說 這個你看得起來啊 張祺凱那個說法 他們幾個有出來開記者會 是不是跟黃國昌 站在同一個論調上面 對啊 那柯文哲到底在幹嘛 柯文哲在唱哪一齣戲 因為民眾黨跟國民黨一樣 不是水流很多還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大家演的方式都一樣 而且演的都很糟 柯文哲現在出來 講說他覺得這個不OK 他覺得這件事情要幹嘛 要幹嘛 可是你的黨裡面 不是這樣表達的啊 你們在立法院的表達的方式 不是這樣啊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今天你說立法 你說行政院要送這個複議案 複議案我真的覺得 大家要多 很多人真的就是被那種片面 兩分鐘三分鐘 那種魔性的笑聲 就搞不就可能就不知道狀況 你知道嗎 複議案是說 我對於你現在的這個法案 我覺得自愛難行 所以我希望立法院可以把這個案子收回來之後重新討論 不是代表這個案子從此就不能動了 他不像說我要發動這個所謂的立法這個行政院長不信任案 我過了之後 沒過之後一年不能提不是哦 複議案是說 我以大家對於這個法確實是有質疑 有疑慮 請立法院就是回到立法院的正常程序 大家再來討論 不是說都沒了 你知道嗎 今天立法院有一些國民黨立委講說 你行政院搞不清楚狀況 我這個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是在管我立法院裡面的 干你行政院什麼事 你在那邊複議什麼 人家提複議案 你的法案 你的法案過了之後 本來就有程序 你先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再送總統公道實施嘛 民進黨沒有說不送總統哦 他沒有說不送哦 那現在問題回來了 現在去罵說你你你卓榮泰憑什麼 憑什麼去送這個送這個這個複議案 複議案是行政院的職權 你現在立法委員就管他能不能送 那你就是落實了 大家覺得說你一天幹 就是想要把權力 通通都拿到你自己的身上去嘛 你就是想要甘願其他院的這個運作 複議案不是代表這個案子 從此胎死腹中不准再提 不是是回到正常的 回到立法院裡面的內部程序 大家重新再走一次 我如果說比較白的啦 你把法案你把程序再走完一次 你還是要再通過這個法案 你換行政院要接招啦 所以你一開始聽到人家提複議 你就把他罵一頓 然後再來講 我跟你講啊 黃國昌跟柯文哲兩個人 誰在唱雙簧 要說相聲也要說的好聽 你知道嗎 要能夠對的上口 那個相聲才好聽嘛 那你現在一個在那邊講說 沒有啊 我們要重視財政紀律 但是我們就是用一般 正常預算來的時候 第一個在那邊講說 我覺得這個要再考慮 那我說實話 演來演去演到最後 就是沒有人知道在幹嘛 誰黑掉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花東三法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兩個黨聯手把他給黑掉了 不過自詢怎麼看 因為這個傅崑奇 到昨天還在強調 政府不會出資啊 我們會找BOT啊 沒有什麼好怕的啊 然後這個國民黨說要暫緩 然後這個傅崑奇還在講說 不會喔 我會跟這個韓國瑜 繼續的這個並肩作戰喔 你們不要見縫插針喔 所以你怎麼看喔 感覺上國民黨踩煞車了 可是傅崑奇還是心有不甘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 傅議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要轉移戰場了 現在大家都在看 黃國昌現在在演哪一出 黃國昌大罵卓榮泰 公然說謊慣犯 然後你們的這個什麼行政院 居然寫著這個聲明水準 如此的這個低落 叫這個國家要認真的打假訊息 那卓榮泰也講了一句話很狠 我跟黃國昌誰的公信力比較強 社會可以有公平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黃國昌 而且花東三法 搞了半天民進黨找出來什麼 黃國昌還講說 我支持這個分案細緻討論 你明明就在提案上有簽名 你怎麼看 其實花東三法 其實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憲政問題 我相信那個黃國昌身為法律學者 他絕對不可能不知道 第一個是憲法規定 那個只有行政院才有提預算案的權利 而且憲法也規定 立法院對行政院提的預算 你只能減 你只能減少 不能增加 這樣子的制度設計 其實就在於說 他不要立法委員自己去提預算 因為怕他去討好選民 立法委員要選舉 行政院不用選舉嘛 那立法委員要選舉 甚至有的要綁裝 那請問一下 我如果任由立法委員自己去選舉 去增加這提出預算案 基本上那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去綁裝 你會不會去討好自己地方上對自己好的人 所以基本上憲法的制度下是只有行政院可以提預算案 現在問題是在於 對 現在問題是在於你明明知道這個是一個花錢的案子 你知道立法院不能提預算案 結果現在說我不提立法案 我用一個法案 法律案來提出 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用法律案去做包裝 其實他實質上還是預算案 這本身就是個違憲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這本身 他的他的一個大框架 本身就是一個違憲 那你說內容 內容就不用討論 因為他本身就 就違憲不用再談什麼內容了啦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你這個本身 居然是法案通過 本身也是個違憲的一個結果 所以國民黨最後講說 沒有討論時間表也對啊 可是重點是以後都沒有討論時間表 誰知道你以後還有沒有 因為你此力開的話 以後是不是任何的國家預算 你都可以用我我立個法就可以了 我今天想要再蓋什麼 譬如环太平洋公路 我用個环太平洋的法案 幾兆也沒關係 反正我知道立了 你然後你立個軍令狀 十年內我要完成 我基本上就是得 政府就要完成 不然就違法 我覺得這很荒謬 因為事實上行政權的 那是本身是行政權的核心 根本就該撤案 對不對 因為這案子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而且為什麼要討論這些細節 我覺得從框架上而言 這本來就是一個違憲的東西 而且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黃國昌會不知道嗎 黃國昌會不曉得嗎 那可是黃國昌在這案子上 剛剛這個冠婷講 最終版本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 是共同提案的 黃國昌還這個上面這個簽名的囉 黃國昌現在不碰法 是讓張祺凱這些人出來講 他現在只針對卓榮太開槍 那對喔 那這個律師又怎麼看 黃國昌對罵卓榮太公然說謊的慣犯 新政策寫出來的東西 水準怎麼會這麼低落呢 我認為黃國昌他是一個 因為他法律人出身 他很善於剪輯 我認為他是一個剪片大師 因為他本身直播的時候 常常在剪片 那像在這個公共議題上 他其實我覺得他 他本身其實也是有點律師性格 他是一定會剪對自己有利的 但是有些資訊 其實他是隱藏不講 像這個所謂花東法案 那事實上他本身是個違憲的東西 黃國昌我想再怎麼樣 他也唸過憲法 那他不會一點概念都沒有 那既然黃國昌他本身 他本身是民事訴訟法專家出身 可是呢 他現在又是跟你搞什麼 他想要當檢察官 所以他跟你搞一個 藐視國會的的案子 對不對 另外他也想要監察權 就是說我有調查權 他什麼都想抓 可是問題是他完全 那他竟然是民事訴訟法 出身的學者 但是他現在去搞刑法 去搞一些公法的東西 但是他又覺得他是專家 可是問題是那照理說 你以他那麼自私甚高的態度 你應該是連憲法都要懂 結果你現在在這法案裡面 是連憲法都的概念 基本的觀念 你卻一點都不跟國人去解釋 也不跟小草解釋 對把小草當白痴 我覺得這部分是很讓人家沒辦法接受